劉德華的演唱會因為受傷及患流感失聲 連續兩年都未能順利完成 華仔當然就好想補開 但紅館的檔期真是世界級難搶 出名惜粉絲的華仔 這天就在官網公布 雖然2019年12月的跨年檔期申請不到 不過現在開始 他準備自知入址申請2020年的紅館檔期 而無論成功與否 他都會每個月在官網更新結果 一旦成功申請 已經退票的將會獲得優先購買權 可以買原有同等數量及票價的門票 沒有退票的粉絲都不用怕 只要保存好票 到時一樣可以登記換票 務求令所有人都可以在同一地方 同一位置只是不同日子看 希望快點可以獲得期啦 大家可以看嗎 我們最終結束的